中国积极参加五合国机制 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 联大议位等多边军控机制 多边军控进程 七国集团罔顾这一事实 企图操弄话术混淆视听 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 七国集团以法官自居 私以评判他国战略安全与军控政策 同时却不断破坏国际核财军 与核不构散体系 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 美国拥有最庞大最先进的核武库 在军控领域不断回约退群 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威慑政策 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强化并企图复制核共享安排 推进战略力量前沿部署 已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 最突出的破坏因素和风险来源 美国英国还公然向澳大利亚 转让核潜艇动力堆 及武器级高农油 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日本 在军控领域的政策立场极其虚伪 日方长期以核爆受害国自居 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 实际上却享受美国的核保护散 反对和阻挠美国放弃 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一些日方政客甚至鼓噪于美国实施核共享 日本政府还致国际公共利益于不顾 执意推进向海洋排放浮倒核污染水 将不可预测的核污染风险强加给全世界人民 中方再次敦促其国集团停止对他国的污蔑抹黑 停止煽动对立对抗 对自己的战略安全政策反攻自行 切实履行相关国际军控义务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承担应尽的责任